好 接下来关注的是从周末到现在 高科技业界被震得团团转 从上个星期五开始 深层是AI Chat GPD的开发商OpenAI 创办人也是执行长阿特曼 被董事会开除 震撼了全球科技业界 董事会的理由是 互动欠缺公开透明 失去了公司董事的信任 整个周末情势不断在变化 包括一说阿特曼又被回任执行长了 还有连顶替的临时CEO 都出现了好多位人选 星期一最新的消息是 被董事会开除的阿特曼 确定不回锅 他将加入最大的金主微软 创建新的AI团队 聊天机器人Chat GPD的研发商OpenAI 抛出裁员震撼弹 炮火对准创办人兼CEO的阿特曼 如今市值上看900亿美元的 当天发声明表示 董事会以对阿特曼 率领公司的能力失去信心 正在寻觅永久人选 期间将由技术长 作为代理CEO即可生效 但这出复杂的撤换执行长大戏 在不到一天内反转 在经过48小时的马拉松协商后 消息来源满天飞 包括阿特曼要求替换董事 改善公司结构 否则就自立门户 如今多份报道证实 阿特曼不会回国 OpenAI则打算指派另一位 前串流服务平台Twitch的执行长 暂时接下大位 现年38岁的阿特曼 是OpenAI共同创办人之一 并在2020年担任执行长一职 去年11月Chatt GPT问世 在经过输入大量资料训练 就能产生出如人类创作般的内容 不但让Chatt GPT成为 全球成长最快的应用程式之一 也让阿特曼成了 生成是AI的代名词 当天的美股三大指数 虽然连山洲周线上涨 却收高得很勉强 因为当中多挡股价表现差强人意 包括杂重金投资OpenAI 持有49%股份的微软 股价下挫1.6% 对手谷歌母公司Alphabet 跌幅也超过1% 尤其另一间科技巨拨 亚马逊也打算调整策略 放更多心力发展生成是AI 亚马逊最新宣布 要裁剪智慧语音助理Alexa 部门的人力 亚马逊曾表示 自家的装置和服务并不赚钱 不止近期频频缩减音乐 游戏人资等多个部门 去年一年各已经裁员超过 两万七千人 同样是执行长被董事会开除的 还有美国的WeWork 这间共享办公室新创 达从2010年就成立 疫情爆发后业绩一飞冲天 让WeWork的市值一度逼近500亿美元 誓言要颠覆全球工作模式 这个月7号 WeWork在美国申请破产 最主要是不堪接待成本攀升 冲击到商用房地产市场 以英国伦敦为例 WeWork是当地最大的办公室租户 总面积超过9万坪 企业或自由工作者 只要按月货按时计费 就能租用办公空间 WeWork的对手 这间英国起家的Work Life 黑胸脯表示目前盈喻无虞 也不认为共享办公的需求 是来去一阵风 反倒持续在后疫情时代受惠 目前在全英国有15个共享办公据点 年底前要扩增到18间 从人事到业务 科技界在疫情过后大洗牌 PVN 最后报道